大家好我是蒙心 某天 我在路上捡到一枚戒指这时出现了一位自称曼罗的医生 为了表示感谢于是告诉我猎人的三大结局 1.哈皮恩德完成本土大陆和暗黑大陆之间的交流 会长的遗愿解决灾难并带回希望 2.巴德恩德因卡金王争夺战造成战力 及人员大量流失无法完成讨伐案黑大陆的探索 甚至不能回来 于是向本土大陆请求支援 救援队友金、前副会长、小杰、奇亚等知名猎人 中间的空窗旗刚好可以铺成 如小杰如何恢复念的经过 以及救援队的组成等 3.诺莫尔恩德卡金王争出到了交界点 新大陆会形成的三大势力 卡金国、猎人协会、旅团、黑帮不可能的原因 当时有克新式的主力 就已经被旅团虐得差不多 最多病如三大势力不太可能变成新的一方 中间可能分歧三方达成友好协议 继续攻略案黑大陆或各自朝目的做攻略 最终还是会变成最好或最坏的发展 如中途发现新的灾难或像以往一样出现新途变种 等因素造成无法继续攻略而请求支援 4.其他 会这么说主要故事还是围绕在主角群的视野 两两一组或四人 带我们浏览这个世界 近期一年约一本单行本 后面还可能更慢 发行猎人在1998年14号开始连载到目前390画 36卷 已是过去作品近两倍单行本量 悠悠白书也才全19卷 全175画 目前进度才4卷主线从踏入暗黑大陆开始到结束 以故事的讯息量多画个15到20本都有可能 除非腰斩 上述中间的一些分歧点都可能多增加人事物的延伸 尤其是某些人物的激情 漫画界最多卷乌龙派出所 诸普连载最长的漫画 200卷的单行本 更新了40年 也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发行级数最多的单一漫画系列 全球各地不同类型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已开发国家 77到90年开发中国家 32到80年 老师生于1966年现52岁 假如老师画完本篇后67岁还想继征服伟大的航道 于是去了通道 新世界 月球 火星等 顶多后续故事是由助手或徒弟完成 如果真是这样纳意 进度来看1965年前生的事看不太到了 基本上老师要请谁吃便当 过程要怎么叙述 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 就算是举版46也一样 除非 诞称 就這樣